903 廣播劇 歐陽智強 歐陽玲 我跟你說 不是我叫Paco 跟你分手 我是叫Paco 如果要跟你分手 就不要再纏著你 不是我搞生你們兩個 我跟你說 他一早就跟我說過 不想再跟你在一起 我聽到智強這樣說 完全不知做什麼反應好 一個月之前那次唱K 我和智強都喝到貓了 世慶和Paco拍過幾次 都有Paco的contact 於是就叫了Paco過來接我走 Paco來到之後 智強醒了一點 而我就還在睡著 於是 Paco就送了智強回屯門 然後再出尖沙咀接我 我知道的版本就是這麼多 原來 我不知道的版本還有這麼多 Paco送了智強回家之後 發生了什麼事呢 智強說他們在家樓下有事發生 那他們兩個有沒有上樓呢 還是 但是 Paco究竟是否送了智強回家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很想知道 但是我又不敢知道 你沒事吧 沒事 我走了 封辭即訊 我遲些才報回 喂 Jeannie說 如果你回來 叫你進去找她 還有什麼好找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你不做 我還要在這裡做 你不要令我難做 好吧 那我見完她 交下一些東西才走 唉 那就好 乖 乖 Jeannie 剛才我是真的衝動了 我會加上手上的項目給Kathy 再補一封辭職信給你 你先坐下 我有話想跟你說 關門 還有些什麼事啊 你是不是真的要辭職啊 我還可以不走嗎 這裡個個都知道我失戀 我又發你脾氣 Who's care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們個個叫我做賤姐嗎 So what 我們是來上班 是來做事 不是來交憑結友的 外面的人怎樣說你 怎樣笑你 只要不影響到工作 那有什麼所謂啊 但是 我剛剛才罵完你 歐陽 你是不是覺得我針對你啊 是啊 好像剛才這樣啊 很多人都試過開會 我會回覆WhatsApp的啦 那為什麼你個個都不罵 只罵我啊 好啊 那如果你說我針對你 那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要針對你啊 不是因為我不反抗 好欺負咯 No 那是因為我看好你啊 Yan走了之後 我一直想著 升一個人上去他的位置 整個department 等你最有可能的 你是沒什麼自信心 也不是很聰明 不過 你總算夠大夠勤力 我一直很想你做得更好 所以才給你這麼大壓力 可能 真的是我錯啦 我們這一代 當你們是推動力 而你們這一代 覺得我們好像害了你們 要做這麼多事情 但是你剛才開會的時候 當著這麼多人面 OK 這個我可以道歉 但是你在開會的時候做私人事 的確是不對啊 這個我道歉 歐陽 我想你一定聽過其他人怎麼說我 我都不怕跟你說 是 我以前真的試過為做事 為賺錢 搞到沒有了一段婚姻 我也不想你跟我一樣 不過 我可以很肯定地跟你說 你更加沒有理由為了一個男朋友 而放棄你的工作 放棄你的事業 如果你留在這裡 前面還有很多機會 人工方面 我可以幫你盡力爭取 現在的外面市道這麼差 你有信心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嗎 Ginnie 我可不可以問你一件事 問囉 你以前 經常說到我可有可無感 為什麼你這次要罵我 你想聽我說真心話 是啊 第一個原因是 我接下來已經要訓練個新人 我不想又要請另一個回來 慢慢教 第二個原因是 以你現在的待遇 我事實上沒有信心 在市面上找到一個比你更好的 第三個原因是 管理層已經在國內請了一個人 會下來香港幫忙 負責帶領公司走入大中華市場 我不想在這個時候 我的部門會兵變 亦都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寧願不回加拿大 喝我妹妹的一頓 都肯讓我嫁給你 怎麼樣 你是不是要威脅我 不是 Ginnie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我先出去 喂 那意思是怎樣 我想 我需要少少時間考慮一下 但對位 你沒有說那麼多英文 那些人呢 順義了很多 春白 在這心裡放大 每天每天都想 隨時被你前結束 聽到Ginnie這樣說 我不是說開心了很多 我都未至於笨成這樣 會相信她說的話 不過 至少電影順一點 走不走 現在反而不關Ginnie的事 變了關自強的事 關Paco的事 當我回去的時候 查看一部手機 Paco WhatsApp我 我在你公司 有沒有時間談兩句 現在盡量放任吧 現在盡量快樂吧 現在盡量紀念吧 始終到四月回家 跟你說說 來啦 i l la ik shooo sio i l la i l la 橙欄假期結束 沒有發揚 節無雙重 要假期永未結束 也不会感到难够 心思过 真算呼吸过一口空气 那可以一世一世 嘿嘿嘿嘿 收起烈超重的行李 猜身于归架的客气 第76集 假期 欧阳玲是欧阳 这世家是Ginni 阿荔是别他 这世家常会常会多 未多未多 未必不想这个心 你有没有试过像我这样 想辞职的时候被老头留住 有啊 那还走不走好啊 上来我的Facebook page 欧阳玲固欧阳帮我做这个决定 想着时间苦衷的游戏 我爱上过你 欧阳之强 一呼一吸 相生相客 我爱上来的 我爱上去的 她也希望